每日查房,我们询问患者病情时候,都会问问患者的睡眠,睡眠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,失眠的危害很大,轻则让人上班,暂时无精打采,重则损害我们的免疫力,又抱很多疾病,我们有位同事有段时间下急诊,上班日夜颠倒,结果休息时也整夜睡不着,得了严重的聚细胞感染,呼吸衰竭, 差点就要气管切开,所以我们要重视失眠的危害,纠正我们的失眠,首先是要找出病因,我认为失眠主要有两大类原因,一,病例性原因,人体有八大系统,每个系统生病都会引起失眠,如常见的肺炎,引起的夜间咳嗽,新功能不全引起夜间不能平握,呼吸困难,癌痛夜间加重等等,还有一些精神类疾病, 如精神分裂症,反映性精神病,登场伴,有失眠,有些药物也会引起失眠,比如肿瘤患者因化疗愈反应,而口服的基础类药物,一些平喘药,利尿药,强吸药,降压药,对外有刺激的药物以及中枢兴奋药, 二,生理性原因,睡前过时暴雨,去酒,喝浓茶,过量的咖啡因渗入,过久的看书以及不定时睡眠如时差的改变,车,船,飞机上睡眠环境的变化,卧室内强光,噪音,异味,室温过高或过低,工作压力大,焦虑和抑郁, 造势轻人等也会引起失眠,找出病因病对症处理,就可以取得好的疗效,如果是病例性原因,就要积极原发病,该上还是要上,如果是生理性的,就要调整生物中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以下是几个小偏方,大家也可以试试,一,睡前读书法,这的确很有用,坐着或者躺着在床上看书,短则几分钟, 多则半小时,你就会感觉到车睡来袭,当然,你所看的书,最好不要是惊悚的,恐怖的,总之,最好是你不太喜欢的书,平时读不进去的书,比如说真夜书记,就是催眠神器,二,自我暗示法,此时,你应该告诉自己,哎,我好困啊,怎么这么困呢,好想睡觉哦,等等正面暗示自己 很累,很困,还想睡觉,这样,你的前一时就会接受困,累,想睡觉等等指令,这样,你慢慢的就会睡过去了 三,音乐疗法,适当的听一些轻柔的音乐,又专门的帮助睡眠的音乐,四,体育锻炼,适当出汗,身体感觉疲劳也比较容易睡得香 五,中医中药,口服,抛脚等都行,中药的特性是副作用小,没有成隐性,疗效还不错,有的病人失眠,我会给他们开点清脑附神宴 很多人都说效果很好,可见中医的博大精神,最后祝大家都能睡个好觉,活力满满地进行白天的工作和学习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